各位朋友早安 現在是6月24號星期六 早上的6點44分 這邊海拔比較高 不過因為比較乾燥 所以反而沒有昨天晚上那麼冷 好啦 趕快來看看我那顆行動電源沖飽了沒有 希望能夠趕快沖飽 才能夠繼續拍影片 沖飽又上班了 這邊就是前天晚上待的瑞岩部落 這邊就是昨天經過的紅香部落 這個是雪山 翻過去就是新竹了 眼前這一片就是瑞岩部落了 這邊是翠峰 有一個顏色的空派機 剛才又玩了一下空派機 這邊比較遼闊 沒有遮蔽 飛起來比較安心 先來帥牙洗臉吧 來,朋友們 今天天氣很好 現在是早上快九點 中午連假第三天 早餐也沒有煮,不太想煮了 因為剛才聯絡了一下福壽山農場露營區 櫃台跟我說可以直接過去 我昨天聯絡的時候他跟我說是客滿的 等到當天早上這區問看看 應該是很多人沒有到了,沒有付訂金 好吧,我們就收一收,出發啦 說好了,沒有封的時候很快就收好了 不用半個小時 很大一段都沒有聲音 可能就是這個小蜜蜂的3.5mm插孔 它沒有辦法固定在GoPro上 那我現在把它固定在原廠的ROD 五線麥克風上面 這時候應該就沒有問題了 接下來不能再出現沒有聲音的情況 把這個線穿過身體,固定在胸口 好,聽聽看 今天是端午連假第三天 6月24號 我們往福壽山農場露營區出發 走 哇,這裡有一個陡坡上的區嗎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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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險 刺激 一鼓作氣衝上來 喔,好可怕 哇 好可怕 厲害厲害 可以轉嗎 他說轉好幾次吧 一次,兩次啦 那個坡有一點怕 幸好沒有摔下去 好 兩個都姓吳啦 我是國中的李化老師 喔,李化老師 也是老師啦 嘿嘿嘿 不過你的妻子就像我 真的嗎 好了 我請坐一下 來這邊 我們的李化老師 很開心來這邊 耶 很高興認識 貴姓 我姓黃 黃 黃老師 好 謝謝 好 好啦,有機會 拜拜,有空再來 好好好 歡迎歡迎歡迎 立行 沒有想像中那麼可怕 被誤傳了 只有這一段 不是 我說外面啊 之前都說立行路不好啊 現在都鋪好了 現在好多了啦 對對對 你要不要嘗試這個釣橋過看看 我齁 我這個 看看狀況 總共用你的重機有沒有 給他擠過去喔 大鯛 那個什麼 大鯛 真的喔 立行釣橋 二號釣橋 二號釣橋 你走看看 好,看看 應該是沒那個膽啦 過了50歲 就沒那個膽啦 拜拜 拜拜 教室還好啦 OK 他一定很高耶 好 走囉 拜拜 拜拜 離山是這邊還這邊 好,拜拜 我這裡一直走上去 好,謝謝 搞不清楚方向 好,亂掉了 影主一直叫我去 騎那個二號釣橋 這段旅行 其實沒有想像中那麼可怕 路況 大致都還好 說著說著 前面就看到一段 走走走走 好,最近我的錄影的影片風格 有一些改變 就是我開始 講很多話 然後露臉 那其實就是一個想法啦 真實的呈現 毫無保留 過去呢 總是不太能夠接受自己在鏡頭前的樣子 那其實 我後來想想 平常呢 大家看你的樣子 就是這個樣子 是你自己很少看 才會不太習慣 突然間想法一改呢 那就不用管那麼多啦 反正 我就是臉大大的胖胖的 那也不是靠臉吃飯嘛 所以呢 就不用想那麼多啦 這段 就比較差一點 這個要是下雨的話 應該會不太好騎 這裡有一小段陡坡 這一個路段應該下雨就比較刺激啦 左側是懸崖耶 這段還挺長的 哇,好大的落石 怎麼過 還是有一些看起來比較 令人擔心的路啦 不過整體是還好 哇,好涼 冰水 直接用貨櫃子擋住 向右轉 向右轉去哪裡啊 不會吧 喔,翠嵐部落 這裡好像有一個教會 對 對 翠嵐 翠嵐教會 馬力關文化健康站 走這裡 可是剛才問一個當地的朋友 他跟我說 走這邊比較好 這邊是柏油路 聽人家的建議就沒錯 路好走比較重要 好,出發 啊 雞蛋會不會敲碎 阿尼雞 生鮮店 喔 哈囉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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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太好了 90塊的香腸 香腸 香腸好了 你幫我接 我接不會吧 啤酒 啤酒 可以拿單瓶的嗎 可以 自己開 自己開好 火鍋 60塊 花生 70塊的花生 酒 這個 紅酒 這個紅酒 這個3100 喔,真的喔 好 喔 要不要筷子 不用 多少 430 好 哇,好進步喔 這是深山裡面喔 生鮮 對 喔,怎麼會這麼漂亮喔 哇,地圖 老遠就看到 就把它定位這裡 結果真的給我看到 掰掰 掰掰 謝謝 阿尼雞 阿尼雞 花缸 喔,好雨傘耶 花缸派出所 福壽山茶葉 還有4.6公里 我從來沒有走過這條路 到福壽山農場 這個例行產業道路 已經是一條很好走的路了 至少我這樣騎起來 感覺沒有什麼負擔 那如果下雨過後 當然有可能會有落石 這在很多山路上都可能會有 所以整體來說 他已經不是全台第一爛路了 這裡要買門票 對 喔,排隊買門票 有門票嗎 沒有 教師 你要等一下,你要等他們喔 教師 看證件 這樣剛好100 找100 路人平正明細 包含底下福壽山農場 可以進去 謝謝 100塊 到了 哇,今天天氣非常的舒服耶 有哪個地方不能搭嗎 喔 好多人喔 哇,這裡都被站滿了 23 23就好啦 來,街上 23 700塊 到福壽山了 趕快來 挑一個位子 23號 今天人很多 先搭帳篷吧 搭完再來吃午餐 看 走沒幾步就很容易船 喔,這裡水超冰的 啤酒 蛋破了 肉燥麵 夾蛋 澎湖的特產竟然在這裡賣 鹹酥花生 看 唉唷 好像沒有辦法到很滾 大概這樣就滾了吧 走一走 唉唷 哇,今天來一個雙蛋 雙蛋 中華 這個GSI的中華炒鍋的不沾效果真的很好 唉唷 漂亮 哇,肚子餓了 哇,水都吸乾了 哇,好大一碗耶 快要變乾麵了 快要變乾麵了 泡麵夾蛋 哇,這裡好涼啊 涼到會冷啊 先來洗澡好了 趁著 還有太陽的時候 在這邊通常都是白天洗澡 走 這邊不好 拉繩子 不好下釘啊 幸好這個帳篷旁邊有很多固定的線 原本就在上面 一拉呢,勉強固定起來 哇,會冷耶 哇 想不到這麼冷 我又帶的 這個是屬於薄的睡袋 真的冷的話,魚也要穿上 想的時候什麼都得穿啊 噢,好冷啊 在帳篷裡面不想出去 噢 我真是 失算了 沒有想到 佛兽山這邊 還是很冷 我帶這條 薄的睡袋 晚上真的很冷的話 可能要穿 我的重機雨衣 其實我現在就有點想穿了 好了,先出來吧 先 要來煮晚餐 先把燈吊起來 先出來吧 不要一直在這裡面 哇 哇 這裡 不是涼 是冷 欸,是 下午就看到了 真的喔 然後想說 小心 這位看起來比較年輕 哇 你說看起來比較年輕 本人看起來比較年輕 喔,真的喔 然後 因為帳篷又沒見過 喔 這一位吧 不會啊,你就直接大膽的問 不敢啊 不會啦 然後呢,就想到又有 然後等到滿晚之後 看一下車牌還有碼 然後去找影片 哎呀,你太客氣了 真的 3 2 1 欸,好 謝謝 貴姓 欸,你好 看你的臉線 喔,真的喔 喔,感謝感謝 喔,感謝感謝 喔,好冷喔 來,洗菜 禮拜四買的高麗菜 好冷喔 好冷啊 去銀本部 要了一個袋子 我的高麗菜洗洗 就有辦法裝了 高麗菜炒香腸 好,先把香腸蒸熟 再來煎 一條、兩條 油 油 醬油 鹽 燈架還是很需要啦 沒有燈架還是挺麻煩的 好 這個燈 已經撐第幾碗了 這是第三碗 今天 貪心都買了一瓶 也就是要喝掉 可以吃啤酒 配花生 可以吃啤酒 烈心產業道路成功 唉唷 回來喝去還是台啤酒最好喝 可以了 1 2 2 3 3 各位看看 起霧啦 雲霧缭繞的福壽山農場露營區 水 我看你來的時候好快然後就搭起來 而且開始包起來 是啊,包起來 幾秒鐘就... 對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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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之前錄影 車伯也想說帶大雨傘 可是立不起來 它要閃座 對啊 這個啊,有一個閃座啊 所以你自己從國外買進來的 對啊 好酷喔 啊收起來就是跟一般雨傘的大小這樣 對啊 對啊 對根啊 還蠻輕便的 厲害厲害 這個 這個 這個強 好酷喔 蔥煮飯 高麗菜炒香茶 嗯 下雨了 蔥煮 不要再下了不要再下了 應該是博士要大 蔥煮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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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鸡肉 鸡肉 一箱 嗯 嗯 很酷 我看你一眼 我看你一眼 我看你 外面好冷啊,也沒有說很冷啊,就去裡面躺好了,因為很潮濕,近帳房 來,朋友們現在人在福壽山農場的露營區 早上大概十點多就從馬列巴的馬類的露營區離開 現在一路往這個露營區 現在外面正在下著一點小雨 從馬列巴離開之後呢,一樣走這個例行產業道路 一路經過這個馬力關、翠鸞 有一個阿尼基超商,那個阿尼基超商 裡面竟然有生鮮喔,很進步喔 在那個山上,經過華岡 很快就到達這個福壽山農場露營區 這條路沒有想像中那麼難起 只要不是下大雨的話,其實路況都是還好的 明天就要回家了 這邊海拔2500公尺 下午的時候還蠻冷的 來剪輯影片 希望能夠每天輸出一片 回去比較不會那麼的時間緊湊 晚安 在那邊